各位球友大家好,我是陈金老师 本期新手跟我走,我们还是继续关注高远球 前面的几期我们看到的都是在原地高远球的练习 有些球友就会私信我们说 陈金老师,原地的我们已经练得很熟练了 但是一移动就不会了,还是感觉哪不对 所以这一期我们看一个移动中的高远球的训练 我们一起来看投稿 特别提示大家,这位球友是带后退步伐 比较贴合实战的高远球练习 所以大家看的时候啊,要从结合实战的角度来评价 从后车步伐就要开始关注 把你看到的问题呢,打在弹幕上 我来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说一下练球时经常出现的提前启动的问题 既然是高远球练习 即使要回位,大家也知道下一个球还是要给到后场的 所以很多球友啊,就会提前启动 比如投稿的这位球友,大家可以看到他在中场时啊 并没有按照准备姿态去准备 对方还没有出球,就已经先后撤了 最后先跑到位了之后啊,等了一下才起球 提前启动啊,让咱们的回位显得毫无意义了 所以啊,练习的一方,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还原实战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提前启动 啊,是正常准备状态,应该右脚在前,以我为例啊 然后看到对方出球之后 第一时间右脚发力啊,蹬地 蹬转啊,蹬的时候主要是靠 右脚的前脚掌的内侧啊,蹬地发力 而且是要突然 怕,有这么一个蹬地之后 你的转体才会突然,才会到位,是吧 借助这么一个惯性的力量 这位球友缺少了这个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右脚直接就站在了左脚的后面 所以就没有了蹬地的借力 力量呢,发不出来 跑动的节奏呢,也就不对了 结果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转身啊,都不太够 也就做了一半的一个转身的动作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高眼球的动作 侧身不充分的问题,我们就不展开了 原因呢,处在了步伐上 还是先来看看架拍 在这里,我提醒一下各位球友 可以在镜子里啊,或者录像 认真分析一下自己的架拍 我从图考中啊,发现出现的问题的概率啊 还是比我想象中要高的 大家可以有则改之呢,无则加免 自查一下 好,我们说回这位球友 架拍的第一个问题啊 是没有展开,有些寒凶了 我们呢,不要求在架拍的时候啊 实际往后展 但是至少呢,动作要是打开的 不是内收的 这一点啊,我们要注意 架拍的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架拍的时候啊,拍面太冲外了 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上一期 新手跟我走中呢,也已经讨论过了 如我们之前所说的 可能是握拍有问题 或者是手腕外翻的问题 就这位球友来说 我觉得问题呢,应该出在了握拍上 它的握拍方式和正确的握拍方式相比啊 应该转了一个小的角度 这个问题呢,不太容易察觉 建议大家在挥空拍练习的时候啊 对着镜子仔细的对比检查一下 至于其他的上肢动作 我觉得呢,他做的还是不错的 从影拍,再到小臂的挥动等等 动作熟练度和发力的感觉都是有的 最后,还是每次都要念到一遍的 几乎每个视频啊,都存在的蹬转的问题 很明显,这位球友啊 在打球时啊,没有右脚主动发力的蹬地的感觉 他的蹬转是假蹬转 是把左脚往回侧的转 而不是蹬 不是左脚和右脚交换位置的真蹬转 具体的训练方法呢,可以参考之前的视频 在练习蹬转的时候啊,还有一个难点 也是很多球友疑惑的地方 就是脚下和手上怎么配合 我脚下的蹬转跟手上的架拍 引拍,包括挥拍,这些如何配合 是一边蹬转一边引拍 还是先蹬转再引拍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架拍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不动的 架拍的重要的作用呢,就是稳定 肯定要架住不动 然后在蹬转的同时,我们开始顶肘引拍 等到完成转体的动作之后啊 上肢也基本上完成顶肘这个向前的动作了 这个时候身体的朝向基本是向前的 然后再开始挥逼打球 不太协调上肢和下肢动作的球友啊 可以按照我说的这个动作要领啊 先慢动作试一试 然后呢,逐渐的加快挥拍的速度 最终呢,连贯起来 总结一下,如果是带后撤步的高远球练习 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整个的过程 其实是有两次蹬地的 第一次是后撤之前 右脚的前脚掌蹬地 我们顺势侧身后撤 那第二次呢,就是击球前的蹬转 同样是右脚蹬向上蹬带动我们的转体 两个呢,是缺一不可的 最后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小看高远球 高远球技术啊,是入门更是基础 基础打不牢呢 大厦呢,就不可能稳固 这里呢,我祝各位球友球技扎实上涨 早日突破自己的瓶颈 大家认为有钱 吉他在大阪上 好几乎 好几乎 来